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我也正在靠着自己的努力 是向我选择的路 加油吧 你知道最近很火的梅花糕是怎么做的吗 应广大网友的要求 今天再出一期梅花糕的视频 红豆的做法我放在了视频的最后 需要的朋友给个观众拿走就行 糯米粉面肥的比例是1比1 散热5度左右的温水 放入酵母粉 泡打粉 白砂糖 上下搅动 能拉起丝就可以了 最好过滤一下 放半小时 冬天放的时间会长一些 模具刷油 预热15分钟 放黏红 拿锅摇匀 放入馅料 比如红豆 紫薯 香蕉 最后倒让黏红封口要薄 再撒上小丸子 芋圆 玉米 葡萄根 白砂糖 黑芝麻 再盖上盖子 5分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再祝福大家一句 皮一定要薄 馅一定要大 这样才好吃 最后再各 fields at aquí 别愛吃 。。。